9滴血没死 9滴血没死,好可惜 up 试完轻干什么,试的我就关注了,那他妈这个英雄是不是轻干你们,试的话你给点关注了 难崩,哎呀很难受啊,太难受了 开局,开局嘎嘎崩 不过好歹我帮队友守护了上半野区吧,野生是守护了一下上半野区 哎呦,恶心 拥有多大猫 pan注一下 news 宣伤 如果他也没有人写的话,他不想像蛇滑 直接揉成了 带队友谈及 想你了吗 你怎么这么晚啊 我感觉你好像每天都很晚 我快要下班了你才能 感觉好像每天都是哦 他不交易咱们也不交易 他交易我们就在1上去踹一下 自行的 开门 就不交易 自行的 不交易 因为你没有 1换1咱们不算亏啊 这个线还挺赚的 炮生还吃到了 他亏麻了 因为我们一级是帮了打野的 我们一级本来就挺亏的 然后这个线我们还要赚 他很难受死了这蠻王 这蠻王直接游走去了 这个线还要购物 这参与了 哎呦这蛮王他妈现在带个红buff好恶心 哎呦我被恶心死了 太恶心了 晦气 哎别恶心我 他刚刚应该差一个兵生6 你们行不行 他刚应该差一个兵生6 哎呦 恩扎 行 太行了 恩扎 今天舰长加班 舰长说想看打把韩服 安排一下 前面倒是都在打别的 都在打那个 打完这吧 安排怎么呢 哎 有没有想看韩服加班的呀 哼 有没有想看韩服加班的呀 没有韩服加班我们要不去下回期吧 有点 有那么一点点累 你这好也安排一下吗 后面吧 今天应该不安排吧 今天打路阿路打的有一点点小内 我祖先现在有七八个小时了吗 那我玩的完吗 回来 回来 啊 大招都不肯 我好饿 我打完这把给人家搞点吃的行 不知道是看到了 刚刚看没 看 看吃播的问题还是啥 看的好饿 打了23吧 一共上了20分 起码没掉分的 很棒的 哈哈哈 起码不掉分 很厉害的 好 这里 犯传你 真想去吃 啊 他一拳没玩过呀 没打完过了 开船他是不是现在得自己买服务器了 自己整服务器 算了我不玩吧我不太会玩开船的我现在 都玩不明白 就跟以前的那个帕鲁一样买的服务器 就那种自己架构一个服务器呗 是那样不 以前我玩帕鲁的时候我也买了个服务器来的 最近最近都播的很晚没怎么没怎么玩过别的游戏了下棋都没玩过了 哎哟真的好恶心哪 这个断线狗 哎哟怎么那么恶心哪 哎哟 好 现在怎么流行蛮王这样玩呢 不必要死你了 断线流蛮王 攻击力不高吧 180 我看最近死皮膜确实有一款比较有意思 比较符合我 我喜欢玩的游戏类型的 一个生存类型 复古风我记得 生存类型复古风的那个 那个看起来不错 嗯 sharing 去前面的词 我现在回到来 关于第四次 就像是有尊重的一波 忘記了好像叫什麼操 呃我也不知道叫啥 忘記叫啥了 玩一個復古兵的 在一個大弄裡逃生那種然後打開機關什麼的 忘記叫啥的 這個韓服大師 主播韓服現在是大師 你猜他為什麼不交大呢 因為我第二角Q的話是直接踢的 然後第二角Q帶了三項傷害 他不知道我那個第二角Q能帶三項傷害 直接一腳踢的 我就猜他開不出來大 你們知道嗎 對這叫非生物因素 看起來還不錯的樣子 你得踢回來兄弟 踢回來我放 他真的不開大兄弟 他就感覺他自己B死就不開大 他真的不敢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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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敢殺 他得到 他真的不贏 他真的不敢殺 他可以殺 虽然说他开大也没什么用嘛 他开大还是要死 但是他这不开大确实怪怪的 就大刀捏的比较死这种能力 就跟剑技捏W一样 捏的很死 韩服是这样的 主要韩服这个游戏环境 韩服这个游戏环境 就这样的 韩服这种游戏环境 你给他点信号他会看 你看这蛮王游走其实他也没怎么抓到人 他这种断线其实对我们而言威胁不大 可惜 坏了 留了个一千块 蓝不够了没蓝了 蓝不够呀 这蛮王大招放的挺好的 不可能数量度不够 这蛮王数量度应该挺高的我跟你们说 哎呦好准的Q 蛮王的数量度应该不低的 只是他确实有点打不顾 就像是为什么你们看我打那个翡翠像打白银一样 你看我打这个大师其实也和那个翡翠也没什么区别 你看是不是 问题不大 这把队友也是优势的 他们那个蛮王拿一千块没用 塞不了他 再塞不了 开哪去 开什么破车啊 这还不如撞开他们全基地呢 配合太舒服了 所以玩韩服 这队友的配合真的让你会玩得很舒服 要让你开玩才会玩得很清楚 这就是什么 这个队友的感觉 这就是对了 是在这一位 了 这就是队友的配合 我会订阅一下 这就是队友的配合 就是最好的队友的配合 就像那种配合 这一位 为什么 这就是队友也有了 这就是队友的配合 这就是队友的配合 GG 韩服主要有一点比较优秀的什么的 韩服的水平是会比较平均的知道吧 就是韩服的水平会比较平均 你碰到了一个大师 那这个人大概的就是大师 就不会像国服那样 你碰到了一个大 你碰到了一个翡翠 那个翡翠也不像翡翠 就像个白银一样 你在这里你不看碰到一个大师 那他大概的就是大师水平 不像国服会比较混乱一点吧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大师是真大师还是假大师 你不知道这个王者是真王者还是假王者 王者就是会比大师厉害 那在国服不一定你知道吧 结束了 对就韩服带恋比较少吧 韩服没啥带恋 韩服带恋 带恋大部分也就是那个 没有带恋的 因为韩服带恋是违法的知道吧 所以说 基本上都是自己打自己的号 那一般来说碰到那种很牛逼很牛逼的人 大概的我跟你说 国人 好吧 当你在韩服碰到那种很牛逼很牛逼的人 展现出完全不属于他水平 他这个分段的实力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人基本上是国人 知道吧 有国人都是买号嘛 买号都是从底下慢慢打上去嘛 在韩服碰到那种很牛逼的